這個進行核進的技術按一一控制 基加減育的基幹 在台北市 台安区 某一檔的國鐵 支揮中心 當時並沒有進一步來統治到里長 讓里長是想起到極 當時這個談事中回應說 是不要讓這個核進 真正宏大飄了 但是現在還有風聲 說起來還有另外一個核進的這個技術 也住在這檔的國鐵 里長是這麼到極 靠電話到一九二字 向這個指揮中心來求證 不過 也許一直等不回應 核進技術按一控制 基加減育的時間 就是住在台安区的這檔國鐵 現在里長又出現指控 有里面在說 也沒有公開核進者也住在裡面 這是假消息 里長一直等不回應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就是要我去跟台北市衛生局反映 來到國鐵 組合也感到 支揮中心來社會議員說 這團人真是假 大家會比較安心 國宅幾千個人 大家嚇得要命 或者是他們專業 就讓專業傷腦筋就好了 OK 但是我覺得他們要酸緊螺絲一點 當時是這樣子沒有錯啦 那是自己一定要這個口罩 我都戴兩個 在五月錯誤 以前記者會 但市長就說過 里長若受疫情的消息 本來就應該請教 當地衛生單位 那我覺得找你們是最快的嘛 對不對 你找衛生局 衛生局它很多 它很多的 畢竟它是衛生局 它很多講難題 它們連強制的力量都沒有 里長尾也一樣沒有靠 台北市衛生局 它感覺沒必要寫幾個人 又沒辦法對里面有一個交代 本土比較近 它一直變多 民眾都想知道 以前公國流程 有需要做改善